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主宰内线的传统中锋被淘汰 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投射能力和灵活脚步的新型内线 在这一更替的过程中 几乎所有球队都尝试过小球阵容 但为何唯有勇士能够经久不衰 始终保持争观的竞争力 并缔造属于自己的王朝呢 勇士无小又有何不同之处 首先我们便需要追溯到勇士无小的诞生 2015年总决赛 勇士靠着死亡无小击败骑士夺冠 很多人会认为勇士死亡无小是史蒂夫·科尔发明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 真正的事实是 科尔摘了前任马克·杰克逊的桃子 他是将死亡无小发扬光大的那个 而不是发明者 杰克逊执教勇士时的确喜欢摆双塔 伯普特健康 他身边的内线搭档会是卡尔兰德里 大卫里 德雷蒙德·格林 埃泽里 伯普特有伤时 杰克逊喜欢用里外加格林 杰梅因·奥尼尔中的一个 从杰克逊对内线球员的调配 对哈里森·巴恩斯的使用看 他仿佛是个很传统的教练 强调高度 低位进攻 但其实杰克逊有时候也有疯狂科学家的狂野 12-13赛季 勇士摆三后卫如家常便饭 当时斯蒂芬·库里 贾莱特·杰克 克莱·汤姆森 三后卫经常一同在场 气候赛两轮 三后卫加巴恩斯加伯普特 是勇士使用时间最长的阵容 轮换时间 杰克逊用过三后卫加巴恩斯加格林的死亡无小 这套阵容在场17分钟 百回合轰下111.4分 进攻已经出路阵容 但防守还欠火候 百回合10分达到了118.9分 13-14赛季季后赛首轮打快艇 水花兄弟 巴恩斯 伊格达拉和格林的死亡无小已经出现 这套阵容在场32分钟 打出了百回合轰125分的恐怖效率 其中第三场比赛 勇士一度落后18分 但却靠着死亡无小差点实现逆转 科尔一直说 他是站在杰克逊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这是自迁 但也是事实 杰克逊给勇士打下的根基 不仅仅是防守体系 还包括无小阵容的使用 2014年 科尔上任成为勇士主帅 他跟前任杰克逊一样 喜欢用伯普特加格林的内线组合 轮换时间用斯贝茨埃泽里代替伯普特 但关键时刻 科尔会掏出水花兄弟巴恩斯 一个达拉和格林的死亡无小 14-15赛季例行赛 死亡无小百回合十分仅为88.5分 防守端的表现提升到极高的水平 但百回合得分仅为104.5分 进攻还不像后来那般有统治力 总决赛打骑士 前三场过后 勇士1比2落后 第四场 背水一战的勇士突然变阵 用伊格达拉取代伯普特首发 勇士直接用无小首发收到奇效 他们以103比82大胜骑士 翻评大比分 随后又连赢两场夺冠 季后赛 勇士死亡无小百回合空下 109.2分 丢93.3分 科尔的辩证收到了很多好评 但科尔亲口承认 辩证不是他提出来的 而是当时年仅28岁的 录像分析师尤雷恩 尤雷恩的灵感来自于 2014年总决赛 当时马次在第三场突然变阵 撤掉中锋斯普利特 用迪奥取而代之 祭出小个阵容的马次 联姻三场击败热火夺冠 勇士死亡无小1.0版本 用一个冠军 一个73胜历史记录 结束了历史使命 巴恩斯离开杜兰特加盟 勇士死亡无小升级到2.0版本 在17年杜兰特加盟后 风位摇摆人变成了杜兰特 勇士死亡无小阵容又一次升级 杜兰特在防守端 可以无限换防到任何位置 最可怕的是 杜兰特拥有全联盟最强的单打能力 能解决这套阵容 一旦陷入得分荒 无人能攻的尴尬局面 于是大成的勇士无小阵容 如入无人之境 锐不可当 好多两连贯 只有伤病潮才能挡住他们的势头 这是一种创新阵型 同时 他还是一项跨世纪伟大创新 这使联盟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防守时 他很有创意 让小个子球员在5号位中锋中 迅速进行挡拆 勇士们把格林放在了5号位中锋的位置 追梦2米01高 NBA中锋一般情况下都2米10以上 因此 其最大的缺点在于篮板保护 如果投篮不准 要抓篮板球非常困难 在防守过程中 内线的压力是巨大的 死亡无小的优势 在于能确保高机动性 迅速执行协同防御 挡拆 夹击 转换 最吓人的一点是 中锋若出现在外线 将会给对方中锋带来极大威胁 对方防守时 中锋被拉到外线 这样进攻方就给其他队友 内线进攻时降低一定难度 死亡无小的攻防战术 之所以文明天下 就是因为在进攻端和防守端非常均衡 场上的每个球员都有外线投射能力 在进攻上可以发挥最大的优势 同时拉空对面的内线 让队友有突破的空间 在防守方面 死亡无小中唯一的防守软肋 可能是库里 另外四个位置都很好 格林防守方面自然不用多说 汤姆森 杜兰特 一个达拉 每个人都是可以防守多个位置的球员 自从勇士的死亡无小获得成功之后 其他队伍也在不断地模仿和学习 但是没有一支球队 能够像当年勇士一样 打出行云流水的配合 并获得最后的成功 因为勇士版的死亡无小太特别了 第一 勇士有两个处于巅峰的MVP级别球员 杜兰特和库里并肩作战 其他队都没有这种配置 库里恐怖的远头能力就是死亡无小的灵魂 杜兰特用无解的个人单打 解决了死亡无小失灵时的特殊情况 让无小体系真正成为死亡无小 可当杜兰特离开 汤姆森两度重伤 格林状态下滑 核心班底只剩下库里一人苦苦支撑 勇士无小也一度成为力士 球队则陷入低谷期 但不得不赞叹勇士管理层和教练的运作 他们在两年的低谷期中 通过选秀选中首轮末位的乔丹普尔 通过交易换来了不得志的状元狼 安德鲁维金斯 并在本赛季迎来商欲付出的克莱 加上库里和追梦 组成了新版无小 新版无小的最显著特点在于 采用三后卫的阵容配置 可以说是小到了极致 维金斯自然不能与凯文杜兰特相提并论 过而也没有十分出色的防守能力 但他们组合在一起 却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以库里追铁三角为基础 强大的墨迹让他们能够保证阵容的基本盘 而普尔和维金斯对勇士体系的深刻理解和快速融入 更是让新版死亡无小的磨合问题 在场上烟消云散 首轮系列赛面对精快 新版无小扭刀小事 总共在场上摆了38.5分钟 进攻效率达到了恐怖的141.2 超过了之前无小任何一轮系列赛的火力 但毋庸置疑 比起前两代的无小阵容 三代木在防守端有着不可避免的劣势 除此之外 随着格林实力下滑 相比起防守端的贡献 他在进攻端给球队带来更大的伤害 因此 面对更年轻 尺寸更具优势的塞尔提克无小 勇士一度陷入了1比2落后的逆境 夺冠希望堪忧 但毋庸置疑 勇士无小的灵魂是库里 历史级别的投射能力 配合战术最大发挥无球跑动的特点 并且在增重后更具对抗的持球突破 库里在G4大方一踩 独砍43分 可以说是一己之力管狂澜于祭导 G5则是勇士无小的高光时刻 当库里陷入包夹 勇士的角色球员们挺身而出 维京斯更是凭借自己攻方两端的突出表现 证明了其在新无小中 不亚于前代一个达拉和杜兰特的作用 普尔投中一颗颗珠心的三分球 格林状态回暖 并在G6重回巅峰 力助球队在北岸花园捧杯 虽然新一代勇士无小足够耀眼 但如何保留和延续 或许是今年夏季勇士管理层的重中之重 本赛季进步神速的普尔 总决赛对线天赋的维京斯 无疑成为了其他球队眼中的香波波 但好在勇士有足够温馨的球队氛围 和足够慷慨愿意支付高额奢侈税税的老板 或许我们能够期待 下赛季依然可以见到新一代勇士无小 向着未免冲击 喜欢本频道 欢迎点赞评论 加订阅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论